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乔恒和恒大中心领导借助共享胜孕的东方 由石家庄市体育局主办的全程热烈 2018石家庄市第二届区线篮球联赛于7月下旬或6开赛 本届篮球联赛分为预选赛阶段和决赛阶段 预选赛阶段根据石家庄市22个县、市、区的地理位置及区进行车时间 分为东、西、南、北、中路各赛区进行比赛 预选赛经过半个月38场比赛的比拼 最终长安区、玉华区、阮城区、杠城区、陆全区、镇定县、晋州市、新的市、高一县、矿区携手出现 顺利晋级到石墙赛 接下来他们将同台竞技、政独总冠军、吴迪燕副局长在致辞中指出 近两年,我是大力推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式办区建设 各性区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体育场地数量持续增加 运动设施不断瓦散 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运动健身成为社会新时尚 我是群众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得到明显改善 在河北省第15届运动会开幕前夕举办区先篮球赛 就是要进一步营造共享省运的良好氛围 充分展现各省区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示范区创建成果 提升基层 摆赛能力和水平 培养裁判员和教练员队伍 搭建我是野鱼篮运动沟通交流的平台 倡导积极向上的健康生活方式 本届比赛赛程和赛制的创新充分跳动 而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有助于让基层群众更加全面的了解身边的体育赛事 更好地走进身边的体育活动 这对推进10家装饰篮球运动的发展 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点设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经过紧张刺激的抽签环节 最终陆全区 郑定县 湾城区 新的市 高城区 云匡区 长安区 高义区 玉华区 竞争市分为A B小组 随后 A B小组的比赛展开激烈比拼 最终 A组陆全区和郑定县队率先展开角逐 随后在比赛前 学家装市体育局副局长 吴立焉 在开幕式上的致辞说 近两年 我是大力推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 个性区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体育场地数量持续增加 运动设施不断瓦散 全民健身活动增加丰富多彩 运动健身成为社会新时尚 我是群众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得在明显改善 我们在河北省第15届运动会开幕前夕举办区先篮球赛 就是要进一步营造共享省运的良好氛围 充分展现各县区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示范区创建成果 提升基层办赛能力和水平 培养裁判员和教练员队伍 搭建我是野鱼篮球运动沟通交流的平台 倡导积极向上的健康生活方式 希望各参赛队伍并成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的理念 加强交流 提高记忆 全体工作人员要各私其职 各负其责 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确保比赛卷满成功